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現在很多媽媽都是職業婦女 其實非常的辛苦 白天要做工作 回家還要煮東西 那個廚房常常都是亂糟糟的 所以怎麼樣整理跟收納 怎麼樣快速的那種廚房 可以馬上出菜 或是馬上整理得非常乾淨 那個就是祕訣 我們今天要有一些 很有創意的做法 而且不見得是錢買得到 你的創意手工 搞不好比錢買得到還更好的 對 而且我們今天有專家來評分 來告訴大家實用不實用 首先第一位 喬喬喬 歡迎 因為我女兒喬妹 她早上很喜歡吃骨片加牛奶 所以我早上我都會去買 就是超市買那種 這小包裝的骨片 讓她去換著吃 非常的方便 不煮的時候吃牛奶 還沒過期應該都OK 真的 可是我覺得這種小包裝的 就是有一個麻煩 因為小朋友不是都很喜歡自己來 對 很棒 可是這種包裝 他們自己來就會怎樣 這樣一直 都全灑了 就好擠就是這樣子 而且它灑出來就算了 旁邊都有些糊糊的 都是糊糊的 那你這個時候你用手剪 你旁邊的那個也剪不乾淨 然後你用掃把掃也不好掃 後來我就想到一個招 就是我們家裡面有那個 不要的那個吹風機 像有時候我們不是買東西 或者是贈品 可是這種吹風機 其實我們長頭髮用很難用 然後我就把它拿來 小小改變一下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吸塵劑 可是怎麼可能吹風機 是把風吹出來 吹風機變吸塵劑 因為它是把風吹出來的 很簡單 你只要 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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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要準備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你家裡面有這個 不要的寶特瓶 然後像這樣子的一個寶特瓶 然後你從中間就是環的這個地方 把它鋸一個大概像這樣子的大小 切開 然後準備一個乾淨的舊襪子 你就是拿吹風機 然後你給它套一個這個襪子 然後剛剛不是已經 才了一個這個嗎 你就直接套在這個後面這邊 然後就 用手抓著啊 用手抓著就好了 因為你 你看喔 好神秘喔 我把它轉開 真的假的 好厲害喔 這個好神秘喔 妳好神秘喔 妳好神秘喔 好 等一下 那為什麼要用手抓呢 因為我這樣打開 就可以撕了 我就可以 這樣給小孩子 妳好聰明喔 這樣就不用浪費心 可是我們比較好奇 如果不用襪子會怎樣 不好吸 因為它需要一個那個吸力 妳有套襪子的話 吸力會比較強 是喔 就一下就吸起來 然後兩秒就吸好了 這個很厲害耶 是不是很厚啊 而且時間跟妳 因為我說真的 吸塵器那個拿出來 很費工 妳還要穿 電線又很殘的一堆 妳真的會很火 沒有耶 拿襪子拿錯拿成穿過的 也很可怕 就給她這樣吃 我比較好奇 真的沒有用襪子 真的不能吸嗎 不行 它這個 封口都 我把出封口堵堵住 沒有 就是妳會有一種 女生的感覺 也可以啊 不要妙好不好 可是比較難一點點 但是也可以 這個好聰明喔 而且從前面到也滿有樂趣的 而且這個很適合 家裡養狗或養貓的人 對 對不對 養狗養貓的人 如果那個狗子 我們家狗很妙 我們家狗可能脖子太短 牠都把那個飼料弄成 然後再牽到那個 你家裡弄得地上都是很棒 吃一碗旁邊伴碗都在外面 對啊 就很討厭 所以我們的家事達人安琪 一起要來給分了 1 2 3 好 好 好厲害 因為我覺得基於這個節儉 然後食用 因為吹風機大家家裡一定都會有 對 對 然後這個狀況呢 就是真的家裡有小朋友 就是常常餅乾會灑掉 真的 對 那我覺得像這種方法就是 真的還可以再繼續吃 因為都是桌上嘛 對 其實還可以再繼續吃 對 很棒 對 只是像那個吹風機 有人說要用襪子什麼很麻煩 或是什麼吹風機吸不起來 其實如果說你在用的時候 我覺得也可以不用襪子 就是你手 只要把那個吹的那個地方 稍微堵一下下 對 稍微堵一下下 對 所以它其實都還是水 要開冷風吧不會痛的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用襪子還有一個優點 是因為 你同時有可能會吸一些很細的屑屑 對 看如果你沒有 你剛剛在那邊女神 然後滿臉都是這個屑屑 我怎麼沒想到 對 所以泡這個襪子還是有它的用意 對 或者是說在寶特瓶的 那個口的地方 類似乎 後面的地方 泡個絲襪 你的那個屑屑 就不會吸到吹風機裡面 你好聰明喔 對 因為如果怕 它會吸到那個吹風機裡面 怕它會卡在裡頭 對 對 不用那個上萬塊 那就真的 你就是請人家來打掃 比較好好不好 謝喬媽 超厲害的 好 英文媽媽要介紹的是 以前我在娘家的時候 我們就是都 有時候都知道說 湯子會掉進去 我們會有一個架子 可是後來我嫁過來之後 我就發現 就是我小孩常常會喝湯 喝一喝 它盛湯盛完之後 湯子就在那個鍋裡面了 對 那我以前是不這樣放 對啊 可是它可能這樣放 它就會這樣流下來 然後這裡的都是 然後你如果這樣放的話 它會倒 對 它會倒 對 然後所以後來 我就想說 我想要做一個架子 那那陣子就 沒有什麼出門 就看到 那陣子又很流行 用這個做東西 對 然後你就先把它稍微 可以啊 你可以先把它 那你要三條 然後你要三條 這種束袋 如果沒有束袋怎麼辦 橡皮筋那些可以嗎 橡皮筋再有一步驟 比較不好做 好 這是第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你就先把 這兩邊扣起來 扣起來 然後 但每一個都不太一樣 就是 就把它兩個扣起來就對了 對 把它兩個收起來 拿緊 然後收起來之後 這個到時候剪掉 好 我們再換另外一頭 來 我老公其實 看我做這個的時候 就在旁邊說 買就好了 可是你知道 這對 把它剪掉 這對小朋友來說 真的覺得還不錯 而且現在真的網路有很多 教學 所以我要講一下 這個衣架它有個好處 它這裡有一個凹的地方 所以它剛好可以弄 對 那如果像是普通的那種衣架的話 它就是把它弄起來 要束口束起來 它就可以 束緊了 好 然後把那麼多的剪掉 然後 就是 不要往下 就是往這一個方向 然後你把這邊的地方也束起來 把它平的 這樣子往中間 對 就是往中間束起來 你就是往下來 要往它的側面 錯誤示範 像蛾這樣子 好意思 錯誤示範 就是要往這兒 平的 對 然後這個地方比較難 因為這個地方 我就一直在揣摩 它到底 它是從下方的地方 好難喔 你這個要掰開 下方的地方 你好像在做天鵝 把它就稍微往外 然後你這邊也可以 可以做煎一點 讓它好固定那個碗 然後頭把它弄進來一點 然後你就邊用 你就開始邊用碗去做調整 你就是要把你們家 放的是那個東西 所以這個是讓它跟桌子固定 對 然後這個是把碗撐住 對 各位朋友來看看 黃醫師有沒有成功 它就有一個架子 黃醫生可以上來 這就成功了 這個很厲害 而且我要解釋一下 它弄開之後 這個地方可以固定下面 對 這個地方可以把碗 那個後庫 然後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可以把碗我們的架子 靠在這上套 對 靠在你 所以它有可以靠的 對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其實 可以 好棒 好歸兆 小明明你好棒 小明明 然後那你如果說 平常在家裡 其實很穩耶 對 你可以稍微美化它一下 就是 你就稍微剪一下之後 然後纏一些袋子 或是紙膠袋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 很漂亮的顏色 小明明你覺得好玩嗎 我覺得很好玩 對 媽媽再給我十個衣架好嗎 還有另外一招 還有另外一招 對 是跟冰箱 就是比如說像我們有時候 可能我這一餐吃不完 那我可能我就趁它還溫熱的時候 我把它冰到冰箱裡面 可是冰到冰箱裡面的時候 你有可能會癲癲倒倒 有沒有 我們常會困擾說 這個夾這個 然後墊在那個 保鮮膜上面 你會壓到 而且我們這個還好 我們這個就是中午的便當 沒什麼湯湯水水 對 如果有些炒菜 有些菜汁 疊上水 它的保鮮膜 旁邊也是濕濕的 又滴到下面 那個第一道冰箱很討厭 然後後來我就也是發現 真的網路上很多奇人 真的很厲害 然後學到一招 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們常都有這種水瓶 然後很大 外面的那種自然 開水嘛 等一下要切三刀 把它總共分四份 四份 對 然後切三刀之後 比如說像這樣子 我們先把它稍微小小的割開 而且它上面都有紋路 所以其實很好吃 好好切 然後你這個地方 你就是要稍微看一下 它的平整度 比如說 先對一下 不會要歪掉 對 那我有切好的 我有剪好的 所以這個是切好的 對 因為它就是 你就是平均用 那它的高度 就是你盤子的高度可以放得差不多 對 所以其實你有把它 你稍微對一下它的 對一下下 對 差不多 比盤子略高這樣子 然後你就把你中間的這個 圓圈圈的這個有沒有 放到上面 然後第二盤再放上去 然後再把它套起來 好聰明喔 好聰明喔 而且還是滿寬的 所以其實你的菜 可能有些 比如說菜比較多的話 它就有一個高度 我懂 對 而且你這樣一看一聽到處 就是是什麼菜 對 不用在那邊吃飽 而且其實有時候 我們菜疊菜 有時候下面那個都會被壓閉 對 對 那我自己有試幾次 就比如說 假設像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比如說旁邊 因為有些人怕 那個東西會髒味道 是 用個洗脖子 或是從上樓下 稍微包一下這樣就好了 超實用的 對 請問家世達人 陳安琪小姐 妳會給這一個幾分呢 7.5 7.5 其實 沒有 其實這個 這個冰箱的這個收納 其實我會給9分 可是因為剛才那個 你剛才那個 就有點難度 對 所以我總結平均五號 就給7.5 所以就一下那個 有一點難度 我就有點難度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家裡 像家裡有這種小碗勾 對 然後就配一般湯匙 對 然後每次吃這種 對 然後其實這種小湯匙 沒有那種防滑的設計 對 那其實我自己就會 稍微改造一下 像大的這一個 燕尾夾 洗衣夾夾後面就好了 對 然後因為它 它這邊有一個厚度 所以它其實 它自己就會卡住了 好簡單喔 而且可以拆下來 所以家裡要有很多夾子耶 真的耶 對 怎麼搖都不會掉下來 那會掉下來 對 然後如果你真的很怕它掉 有沒有 你會 這樣會接觸到湯匙 還接觸到湯匙 弄一邊 可以啊 弄一邊 還是可以 一邊可以啦 你就勾勾 也滿不錯的耶 像如果沒有這種大 其實這種曬衣夾也是可以用 是 都夾到後面 它其實就會卡住了 真的 很方便 真的非常的適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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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我平常在家裡會做菜 但是我就是一個 很喜歡各式調味料的人 對 就是我家裡會有滿滿的調味料 但是你就會常常發現 你在做菜的時候 可能現在突然 靈機動想要加個什麼的時候 你就會在那邊 一直搬 搗半年 對 搬不到 然後就搬到你的就是 鍋子已經快要燒焦了 好緊張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發現了 一個方法 我覺得還滿有用的 它材料很簡單 你只要用就是 家裡小朋友不要的玩具 就是指尖陀螺 指尖很紅 所以很多人家裡都會有 但是我家就是 對 我家就是老公無聊 他在那邊玩 玩一玩就丟在那邊 對 然後你知道這個東西 然後再加上你 家裡一定有盤子 是 然後就是你罐頭 留下來的鋁罐 然後你只要在你的指尖陀螺 很簡單 你只要在你的指尖陀螺的 中心點這裡 然後用上那個 這麼麻煩的方法 你會去學會 不會不會 這個很簡單 其實你在網路上看到的是 他都寫五分鐘有沒有 對啊 五分鐘 然後你弄了大概五天 然後你就在盤子的中心點這裡 然後把你剛剛用好的東西 然後選在中心點 黏上去 那其實在家裡 你就可以選你覺得 很可愛的盤子或什麼 就是你自己喜歡的 不一定要用到這種 這個人比較玻璃的 然後把它選在中間的時候 你就發現它就會轉 它就會轉了 它就會轉了 這個也可以用個超大指尖陀螺 我就會做我家中間的那個 黏菜轉了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對不對 其實那個有點 這支點太小了 那一個嗎 半斗 半斗 就是那個 我們 半斗花也很好 阿嬤你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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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斗 對 大概就是那個概念 那如果你想要更雞花一點 你就可以再準備這個 放在中間 然後一樣就把它黏起來以後 黏在中間 如果你想要漂亮 你就可以包你喜歡的東西 那時候你就把你的瓶瓶罐 直接就 或者是把一個 你覺得最 比較大的罐頭放進去 那個是固定它的 比較穩的 對 你就會把它固定以後 放上去 所有你的瓶罐放上去以後 中間要選這個的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 幫它做雙層的 雙層 再疊一個 疊上去 如果夠高的話 你就再疊第二個 然後上面還可以放更多 所以你一轉 就是全部的你的 你是可以喝下午茶 真的 也可以 如果你要賣派對的話 一定是下午茶 也可以放一個甜甜的 所以可以 直播賣寶石 放一些 你會說你也太誇張 對的 好 有一個另外一個方法是 假如說 家裡會有那個 彈珠 也是重要的東西 這時候你只要把彈珠 放在一個小盤子裡面 其實把你直接把你的大盤放上去 這樣也可以 它就可以轉 其實這樣可以轉 你放那個彈珠 我到你家的人以為你在做法 這就是利用一些家裡的一些 水晶啊 其實很順 其實還滿順的 很順的 彈珠越滿 鋪滿越平的話 它其實就是 對 我跟你講 就擺多一點彈珠 然後用那個菜盤 對啦 然後也很漂亮 不會 它很穩耶 因為這個彈珠擺 比較多比較穩 對啦 越多越穩 不會那個跑掉 這個真的家裡很多 瓶瓶罐罐 真的都用得到這個東西 所以安琪老師 給你輸於這個 七分 七分 喔 這還可以七分 對 那我覺得可能 對於部分的家庭來講 會覺得滿需要 像我就調味料沒有那麼多 而且我通常常用 我都會放在檯面上 對 我就不用每次都開開關關 對 那通常比較不常用 我才會放在櫃子裡 對 其實我們廚房的櫃子裡面的收納 就那個是很多人 很傷腦筋的地方 對 因為每次當東西要放也不是 要不塞也不對 因為就空間在那裡 在裡面都會過期 對 然後你就塞一塞 而且我覺得過期了就算了 有的時候是打開東西掉下來 對 很危險 所以廚房的櫃子 像我自己的習慣呢 我就會用那個彩色的籃子 例如說罐頭啦 或是乾料 就用顏色來分類 再區分 可是我們會發現說 櫃子上面其實那一塊 是浪費掉的 對 所以我又加工了 我自己再多一個 圍一個板子 圍紙板 讓它的收納空間變得很高 意思就是增加那個籃子的高度 對 就利用紙板 把你的東西可以放到很高 我等了 它等於是放一個箱子在裡面 對 箱子在裡面 然後箱子很高 跌到上面去 然後拿出來就抽出來 對 就是可以 讓你的東西可以放到最多 我在現場帶來一個 我們讓我們的櫃子 變成樓中樓 樓中樓 對 一般如果沒有這個伸縮感的話 對 像你就是這樣 直接這樣子 這樣子放 可是你放我們會發現說 你上面其實都空掉的 對 那你就可以利用伸縮感 就是後面一支 然後前面一支 就變成水瓶的 所以那個是伸縮感 對 伸縮感 對 伸縮感 然後呢 你再加一個 紙板或是木板都可以 它就變成樓中樓 很厲害 聰明 對 所以我們東西就可以 上層也放 下層也放 然後拿的時候也很好拿 這個很聰明 這個聰明 立刻上網訂購 真的聰明 真的很好用 對 所以我們的櫃子這個高度 就不會浪費掉 不錯喔 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 小廚鳥來了 嗨 其實之前我們講的是整理跟收納 但是現在呢 我們要簡易的來改造 因為這個呢 算是比較厲害的人 就要來教教一次 其實沒有 就是很省錢 因為這個天氣 大家帶小朋友出去玩 一定要注意水分的補充 不要容易會中暑 所以我都會準備冰開水 就用保冷罐 保溫罐 可是因為小孩子 他就是很容易掉東掉西 然後掉了大概三個 我真的覺得太適合 大約三千塊就誰了 約一個大概一千左右 對 然後我就開始研究這個 保冷罐的原理 它其實就是裡面有一個鋁箔紙 它可以 它就是會反射光線或熱能吧 然後呢 外面在一層 就中間有一個空氣 讓它隔絕熱能 然後我就想說 那就是一大一小 我們來做做看 那它其實原理很簡單 到底有沒有說要哪一面 都可以 亮面 霧面都可以 都可以 理論上 亮面要朝外 對 因為它要把熱反射 傳導對流浮射 原理傳導對流浮射 對 理科先生 你看看我就會 傳導對流 對 然後呢 有一個大的寶特瓶 然後我喜歡這個有刻度的 也是就割得穩 切 然後中間那一格是不要 所以你要切兩刀 中間那一格不要 對 它就會變成 這是妳做好的樣子 這是我做好的 然後它還可以卡住 我把它拆開 我懂妳意思了 對 它是上下 它就是這樣 然後因為我的刀工不太好 我就會再用那個膠帶把它 它受傷 然後小朋友也可以貼 他自己喜歡的圖案 然後呢你就把它 所以等於說你把那個寶特瓶 中間的切開 對 切開之後 然後把上面的頭也切開 對 然後怕它如果受傷的話 在上面弄一下我們的膠帶 擰一下下 然後這樣其實它就可以 把它裝進去 就是先把這個放進去裡面 它中間就會有個空氣的 空氣層 然後它就可以卡住 所以鋁箔層做好了 現在要做空氣層 對 然後就這樣 而且真的很聰明 這樣的話它就不會在裡面晃 我剛才很想說兩個瓶這樣晃來晃去 不會 因為它頭卡住了 對 而且這個好處是它比較輕 它很輕 它很輕 真的耶 對 一般的保冷罐它會比較重一點 而且是滿滿的飲料 對 然後因為小朋友 我都會要求任何卡通圖案 你就把貼紙貼上去 然後就不會需要收到那個授權費 有沒有 對 那妳能證明它有保冷效果嗎 然後我就是有帶兩個 這個是我早上從出門的時候 我就裝到那個飲料 冰箱的飲料倒進去 然後這裡是冰箱拿出來 然後就放在車上 然後因為車子裡面 現在太陽不是很熱嗎 超熱 所以它就會變得有點 溫溫的 是 體溫的感覺 這個好熱喔 這個真的是在車子裡頭放 你自己摸 是溫的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 這是溫的嗎 沒有啦 就是因為車子現在都是很熱 對 車子現在體的溫度很高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測試看看 妳有拍一個影片 對 就是我早上出門其實 真的 真的是這兩罐耶 對 又突出手腳 對 而且塗一套衣服耶 對 從冰箱拿出來 好痛喔 這樣妳就信喔 不是 他昨天穿這一件 為什麼我昨天幹嘛穿 吹起來 沒有 衣服香的啦 好 來 它現在溫度在下降 因為冰箱拿出來大概四度吧 對不對 其實這樣子很害怕耶 所以它在喝的時候 它其實是不需要打開 它就是要把它套起來 就這樣直接喝 對 它套起來以後就不要再動它 直接喝了 其實它溫度其實沒有變了對不對 大概有一點 一 一 比我想得厲害很多耶 對 我們來看看這一個 都沒有開過 剛剛才打開的 對 這就是試溫了啊 真的 這要示範一下 這個黃是試溫吧 黃是試溫 這是熱潮吧 狂飄耶 剛剛是狂降 現在是狂生 對啊 然後小朋友拿也很方便 而且它真的是成本 冰的 冰的 舒服啊 你看一般的 舒服 一般的保溫瓶 大概最便宜也要八百吧 對 然後這個成本就是不到八塊 對 是真的 厲害 這個厲害 這拿出去可能 不會 小朋友太貼 把它貼住 把它貼住 小朋友最喜歡的貼紙 就是如果 它是不是比如說退冰的話 它水不會亂滴 對 對 因為是燒上杯 對 因為比如說我們很喜歡 很熱的時候喝結冰水 或是結冰的檸檬汁 對 然後你又不希望它熱天 退冰那麼快 然後水到處流的都是 對 你就把它包一包變這樣 很聰明 對不對 或是我們就放在車上 你放在那個杯架下面 旁邊其實都是水 它退冰的時候 對 我覺得這個不錯 這應該給高分一點吧 這個不錯 這個還滿實用的 我給你丟 因為我覺得這個 非常地簡單 而且真的拿冷的寶特瓶 真的會一直有汗 有水 對 很傷腦筋 那我覺得這個直接 就是可以放包包 我覺得很方便 不會有些水的問題 那其實那個 除了鋁箔紙之外 鋁箔紙包好之外 你可以外面再泡一個水果套 就是買蘋果 不是一個網子嗎 網子上那個 對 你再把它套上去的話 它那個隔熱效果會更好 對 那其實我們剛剛這個是 針對飲料在保冷 那有時候是媽媽 有時候我們是去買菜 對 然後是去買肉品什麼的 那有時候怕說那種 會那個 會退冰 其實那個食物很容易壞掉 對 像家裡你可以用這個 清潔的海綿 清潔的海綿 然後你找一個夾鏈袋 然後不會漏水的 然後就把它倒水 倒進去 讓你的海綿 整個是吸飽水 是 然後封好之後 放到冷凍庫去 對 這個就是 所以就不用特別去買 對 對 所以因為它畫的速度 會比冰塊慢很多 那萬一真的 你又來不及做這個 家裡有時候會有冰塊對不對 像你就一樣 這個夾鏈袋 你就放冰塊 然後撒鹽巴 是不是 鹽巴 對 它就會急速降溫 然後也不會畫那麼快 對 所以像那種夏天 你去買一些那種 什麼生鮮品啊 什麼那種奶製品啊 蛋啊 肉類其實很容易壞掉的 你就放個這個保冷劑 然後就是拿回來 就可以比較衛生 然後也比較不會變質 對 很不錯 很實用 對 因為夏天買菜真的好辛苦 對 你很想拿保冷劑 在自己身上 對 然後才會死你 謝謝小春天 謝謝 J媽 對 有沒有什麼簡易改造的方法 真的不要太難 講話有點心虛 對 大家有感受到 而且我剛才講說 進階版 J媽怎麼會安排在進階版 各位朋友 J媽能 大家都能 真的 而且這個啊 這個是因為 我們之前新家 剛就是 整理好的時候 就是有請朋友 來家裡開派對 那因為我就很喜歡 溫馨的感覺 然後就想要 測試一下我廚藝的底線 我就邀請朋友來家裡 然後就是 我就想說要做一個 很華麗的沙拉 就是我在那個社群網站上面看到 他們就是把小黃瓜切得好漂亮喔 然後就鋪在那個沙拉上面 我就覺得拍照很好看 就虛黃 它就是這個罐子有沒有 這個罐子 就是家裡都有的飲料罐 然後其實你就是拿一個美工刀 把這個後面有沒有 底部的地方 你就切一個M字形 M字形 對 切一個小小的 我這邊有一個成品 就是我這邊切的是箭頭的也可以 那也可以切成M字形 會比較好割 所以這裡是有點箭頭的樣子 對 一個箭頭 這邊是一個箭頭 好 了解 然後這中間把它裁開 這樣那個小黃瓜 比較容易拿出來 就是這樣很簡單 然後這個也是因為怕割傷手 就是把它 用這個膠帶貼起來 對 這樣就完成囉 接下來我們就是 這樣子開始轉動這個小黃瓜 它有點刨刀的意思 對 它就是你在轉動這個小黃瓜 那好利的感覺喔 對啊 對 其實你就沒想到 這個鋁罐可以這麼利 這樣子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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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應該是成功的聲音 對 它其實會變成這樣 太多一樣 然後你只要切長一點 就會變成這樣 對 就是不見到的那種 很像日本料理店 會有的那種 對 然後你可以把它捲成 花朵的形狀什麼的 然後直接排在沙拉上面 它比我想像中的力耶 對 其實滿好 還滿好就是 還滿好使力的 對不對 對 除了這個小撇步以外 我還有自己做另外一個 還有什麼 趕快拿出來 我怕你沒有分 好 這個另外一個故事是呢 有一次我在家裡 做晚餐的時候 我兒子就跑來 想要幫我的忙 他說媽媽... 我可以幫你切大蒜嗎 但是因為你做兒子這麼小 就是 他從來沒有拿過刀子 你知道切蒜 是這樣要一直剁 一直剁 而且切完蒜之後 然後他如果揉眼睛那個完蛋 對 而且其實大人都很容易被切到 對 可是我又不想要掃兒子的信 而且他難得說想要幫忙嘛 對不對 所以我之前有做過這個的經驗之後 我開始覺得說 自己做一些廚房小物不難 他其實呢 我就是拿這個小罐子有沒有 家裡有這種小罐子 那這邊有一個 這個蓋子的地方 是 我們呢 就要自己來做切蒜神器 他這個就是很簡單 熱熔槍然後就是把它這個 先擠在上面 擠一條之後呢 家裡不是都會有這種刀片嗎 美工刀的刀片 對 刀片 就是拿... 拿一根就是出來 就長的這種 然後把它 放在這個熱熔膠上面做固定這樣 有沒有 這樣就固定住了有沒有 這樣就固定住了 隨直這樣 然後我們還要再把這兩邊 也做好 十字型的 對 做十字 來 這邊這樣放上去 這邊還有兩截把它採成小的 短的 然後跟著這樣子放上去 好 成功 就會變成這樣子一個 十字的形狀 那因為這個熱熔膠 你要讓它放一下 讓它固定 我這邊有一個 之前已經做好 好的 蓋起來 你看小朋友就拿這個很安全 手不會碰到這個大蒜 然後也不會碰到刀子 再開始搖 那就可以接 好可憐 對 就開始搖 因為它這個是那個啊 刀片啊 我們來看你要搖多久 我好擔心 我好擔心它喔 粉紅色的朝下搖 粉紅色的朝下搖 對 這樣 聰明 它會大力去拍它 其實有出來啦 已經算過了 是不是應該杯子再深一點 深一點的超級 對 對 我用力到我覺得我嘴邊 肉都在動耶 但這個做之前那個刀片啊 先洗過 因為通常刀片買回來 它有那個油 是不能吃到 終於來了 可是算過出來了 真的 這是給小朋友來幫忙媽媽 對 罐頭的好不好 如果是媽媽的話 就自己切就好了嘛 而且又懷疑是說 陪伴最重要 這就是最後的 這就是我創造的親子的時間 其實真的 而且這一媽做飯時間比較長 那小朋友跟旁邊咬 對 剛好時間就對上 沒有我真的覺得小看回家自己玩 我覺得很好玩 對啦 而且小朋友自己玩食材 他自己會吃 對 他自己就會覺得很有信心 就覺得自己做的自己會吃 沒錯 我們知道我幫你遠一點耶 希望你有一點分數好不好 好 家事長安琪老師請問 你可以幾分 六點 好耶 不錯啊 有幾分 有幾分 你們最低分耶 不會不會 他最融合親情的DIY 所以我提供一個戶外的經驗好了 對 那像之前一次去露營 結果發現說 十台都準備好了 結果要煮玉米濃湯 就準備玉米罐頭對不對 對 可愛的是 我們忘了帶開罐器 那是常有這種事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的那個露營的朋友 他就跟我們說 你去找一個水泥地 水泥地 比較大 比較那個像西邊有時候 會比較大的石頭 比較平的 是 對 然後就直接這樣子摸摸摸摸 就可以開罐了 還有手 他們剛剛用刀子 用刀子啦 用刀子 用刀子就可以了 他壓進去了 他把他往下壓是不是 他往下壓 然後刀子如果插著就可以開了 成功了 他開了 好神奇喔 而且很快耶 那是什麼原理啊 就是我們是把那個 對... 成功了 真的很厲害耶 這還滿快的 對 你就應該跟他借這個 你才有分數啊 你真的想來給大家 真的做當兵 拜託這個節目沒有作假 謝謝J媽 謝謝 宋哥 我來了 平常在家 你也是自己處理食材的 對 沒錯 因為為了要成為全方位的 美麗人妻喔 所以在處理這方面 其實我就常常上網研究 大家煮什麼東西 然後自己試著操作看看 是 但是其實我發現 主菜不難 難的其實是處理那些食材 沒錯 方式啊 方法 因為其實有時候會很花時間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幾個小撇步 然後用最簡單的方法 處理這一些食材 用最短的時間 然後我們像 像我們家小朋友很愛吃玉米 每個小朋友好像都很愛吃玉米 超愛吃玉米 大小玉米都很愛 不過我想一般的媽媽一定跟我一樣 就是去買玉米的時候想說 買這個包的 包得好好的 對不對 然後就感覺好像比較新鮮的感覺 但是剝就很麻煩 平常我們一定是長的 對啊 很厲害喔 很厲害喔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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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你回去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子處理對不對 對 對 所以這是一般人處理玉米的方法 好癢喔 是不是很噁心 對 一整支的那種玉米啊 你只要先把去地 把後面的這個尾巴 這是生的嗎 是生的 生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到 微波爐裡面 連葉子一起放 對 就只要去地就好 放到微波爐裡面 我們只要轉兩分鐘就好啦 兩分鐘 對 然後這兩分鐘 我們就可以再來做別的事 比如說小朋友喜歡吃 柳丁 對 你就拿湯匙 是 從中間這邊 OK 其實我跟你講高中的時候啊 在學校很多住校的人 都會用這種方法 對 對 或者是學校有營養母餐 然後我們沒有吃柳丁 就把它幹 不是 就把它打 拿回教室裡頭 然後就是下課的過程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然後就可以去 因為我用這招是拿來 對啊 而且你這個超厲害的 你知道這種香吉士頭 有多難弄嗎 對 因為這種香吉士頭 非常難弄 你用手撥的嗎 因為它這個蒂頭很大 你這撥得很漂亮耶 對不對 超厲害的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有點像我們在挖那個 奇異果的那種感覺 對 就順著它的紋領 對 是 刨刀解牛 各位愛漂亮的媽媽們 對 同樣的模式 就是繼續 真的嗎 你看這個位置差不多在這裡 你看 你看這個過不過分 漂亮 然後一整顆 就好了 這兩個很厲害耶 都撥得非常漂亮 有沒有 你看 微波爐還沒有好對不對 還沒 還不到兩分鐘 還可以幹嘛 我們來處理 蝦子 到底是有多忙啦 蝦子 賣蝦刃的那種 我覺得它有泡藥水 我不敢再上朋友吃 然後我就會買新鮮的 就是活蝦 然後把頭先給 而且你頭撥起來 你把 它那個 那個叫什麼 藏藏那個 那種蝦 那種 已經先 都先把它去除掉了 然後家裡大概就是 叉子已經 叉子 應該每一個家都有吧 然後就從背上 一路這樣子 我背脊突然量了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超強的 你成功耶 而且我連它的 沙子也都順便 把它給掉掉了 而且你看 它就是整隻耶 好厲害喔 然後你看 沙子處理好了 剛剛已經噹了 剛剛噹了一下下 只有兩分鐘 對 兩分鐘 我們聞到香味了 沾板 兩分鐘可以直接吃了 是不是 剛剛只是去蒂 然後進那個 微波爐 對 兩分鐘 對 然後呢 從最上面 頂端的部位這樣 你前面兩個都很成功喔 你這個加油 對呀 直接就可以抽出來 真的 好可怕 然後厲害的就哪裡 厲害的在 噓噓也幫你一次 真的喔 你很強耶 是不是 而且各位朋友 我們一刀未險喔 沒有做過手腳喔 聽說他自己打一跳 這很幹人耶 而且 真的可以吃耶 熟是不是 好甜喔 是不是很乾淨 好甜喔 大成功耶 而且懷疑 懷疑你吃在那邊 因為老實說 這種方法 他把玉米的甜整個熟在裡頭 因為有時候灑太久 還會燙 煮到酸 對 沒錯 好棒耶 好棒耶 我幫你拿那邊吃 先撒玉米要煮很久 這個只要兩根糟耶 以後燦燦可以讓孩子吃玉米 很厲害耶 很厲害耶 玩蝦就好 但是送哥的方法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適用 老實說 我們也想試試看 所以現場呢 小豬娘用她自己的方法 一個是舒宇 用我們送哥教的方法 好 五隻蝦看誰先播完 播完請舉手 預備 加油 小豬娘妳怎麼弄呢 妳要跟大家講一下 快 邊做邊講 其實我大部分都是在那個 攤販然後請她幫我 什麼 豬羽妳速度好快喔 而且我自己覺得我好神奇喔 妳好神奇 又第一次耶 小豬娘撥一蝦的方式 就跟我們平常吃蝦的東西 對 從她腳的地方把它撥開 可是其實有一種人的方法 老實說從中間第三個撥開 然後前後抽開就可以 快點 五隻 快快快 快快快 所以快快快 快快快 衝過去 對 衝過去 衝過去 快快快 好 去撥開 很強耶 真的很強耶 好開心喔 而且她每一次都漂亮耶 你看她每一次都在晚上 她沒有睡掉 很漂亮 而且沒有碎碎的 而且我覺得她真的 真的是順便把上面那個 就戳掉了 對 真的厲害 她就拉掉了 你看她還在那邊 還在那邊拉 還在那邊拉 自動開背的感覺 我很好奇 妳有用過熟的嗎 就比如說像我們在外面 巴菲絲沙蝦 那是熟的也可以這樣子 熟的比較麻煩 但是它比較硬 然後那個叉子 又是卡不進去 而且套一句大S的說法 剝蝦 對啊 對啊 學半天之類的學什麼 就是老公好好學啊 對不對 對 但是我覺得今天還滿厲害的 從玉米 對 到香吉士 老香吉士之類的 到這個牌子 家庭達人 請問安琪姐給幾分 九點 好高 超高的耶 好強 玉米太強 作家是除了要那個 輕鬆省力啊 對 很有成就感 不然其實媽媽在家 都沒有成就感 我覺得那個太療癒了 對 九點五分 很厲害 但是想問安琪姐 還有什麼方法 就是在家可以簡易做料理 然後又可以非常快速的 對 我們剛剛是做前處理 對不對 那其實媽媽們有時候 料理那小朋友的伙食 真的很討厭 真的 這個要吃那個很煩 對 那今天教大家 可以快速料理 然後小朋友也可以自己做 好的 歡迎安琪老師 安琪達人的好方法 對 我是個懶惰的媽媽 可是小孩總要吃飯 然後就覺得說 每次就是煮三菜一湯 就覺得說這個不要那個不要 真的很煩 對 然後小朋友很好玩 你會發現說你弄個 一盤一盤好好他不吃 對 他喜歡那種一口一口吃 然後顏色繽紛鮮豔 然後如果自己可以做更棒 對 然後今天甚至呢 可以變成料理 對 怎麼做呢 其實大家準備家裡都有製冰盒 對 那你可以抹油 也可以不用抹都可以 然後呢 你就可以準備小朋友 喜歡吃的料 像起司啊 海苔啊這種 都很愛 或是有時候那個剩菜裡面 有點肉絲 或煎個蛋皮都可以 你把所有這個喜歡的料 這是 這個是香鬆啊 香鬆都可以 對 然後呢 就把它鋪在我們的這個 製冰盒的格子裡面 對 鋪好之後 飯放上去 壓一壓 然後倒扣出來 就是它了 很快速 這叫什麼 這叫 銅板的握壽司 而且其實一口剛剛好耶 對 這個一口剛剛好耶 所以媽媽那個煮飯 不用那麼累 對 真的有剩菜的話 其實也可以 像你有時候便當 有時候剩下一些 什麼肉啊 或是有些魚啊 都可以 只要不要濕濕的 稍微把它壓乾一下 就放在裡面 然後飯壓一壓 倒扣 小朋友超愛吃 那妳這飯有弄成醋飯嗎 沒有 就是普通的飯 對 白飯就好了 所以真的很簡單耶 很簡單 很快速啊 要怎麼樣才不會倒出來 飯出來然後料還在下面 這個有個訣竅 就是第一個我們剛剛講說 是油 你可以抹油 第二個是你 油是什麼油 就沙拉油就可以 然後第二個就是重點 是你飯一定要壓緊 對 你飯壓緊之後 它就會比較紮實 然後會黏在 它會把那個食材黏出來 對 然後它的形狀 就不會這樣子閃閃的 那這樣我想到 因為我其實很少用自冰盒 人家有自冰機 但是小孩買很多 很有造型 很可愛的 什麼樂高 什麼什麼形狀 對 我覺得他也可以用這個耶 很聰明耶 而且像這個是方形 還有一切是那種圓形 圓球的 對 圓形 不能有娃娃的造型 對 以前小朋友說他吃飯 突然已經就傻傻在那邊捏 對 然後搞得那樣滿手都是 然後用形狀不漂亮 後來自冰盒這樣一扣 全部好了 很透明 很透明 不過今天介紹了很多撇步 有那種簡易版的 或是有進階版的 大家其實分數都還不錯 沒有人不及格 連姊媽都6.5分 對 但是今天的我們的第一名 錯誤意料 千萬不是小丑鳥 是宋哥 謝謝 宋哥9.5分耶 你的秘密跟香吉士 跟我們的蝦子 請我們的安琪老師頒獎 對 首先頭鋪 看你怎麼擺上去 看你怎麼擺上去 謝謝安琪老師 請問有什麼感言想說嗎 請問有什麼感言想說嗎 我覺得今天就是真的 感恩在發抖耶 好成功 就是這樣 我是美麗的全方位人氣 所以今天給大家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這些人 都可以變成美麗的全方位人氣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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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歡迎請問一下 就是懷孕的時候 大家都很擔心 如果說我們被大飽傳染的話 那腸病毒這個東西 對胎兒有影響嗎 在我們的這個子宮啊 胎盤的保護之下 只有非常少數有名的病菌 會穿過去影響到胎兒 比如說水痘 比如說這個 但是大部分的感冒病毒 是不會進到我們的這個胎兒裡面的 就是我們的子宮保護它 它保護得很好 那腸病毒就是其中一個 不會通過我們的胎盤 在胎兒身上 所以如果家裡有大飽得到腸病毒 懷孕的媽媽不用害怕 最多就是你生病而已 你不會把那個病毒送給你的這個小飽 就在肚子裡這一排 不過有一個特別的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腸病毒它是病從口入 所以你的排泄也會有這支病毒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在快要生產的時候 得到腸病毒 那你的寶寶 雖然在肚子裡面是很安全 可是他經過產道的時候 就會沾到你這個附近的分泌物 那這個病毒有可能就會在這個時候 入侵到你剛出生的新生兒身上 那這樣是很危險的 因為新生兒感染腸病毒 有很多這個很恐怖的案例 甚至會死亡 有時候新聞你都查得到 所以原則上如果今天是你的另外一個大寶 在你快要生產的時候腸病毒 那請你能隔離就隔離 那盡量就算不能隔離 很好的手部衛生一定要做好 不要讓它傳給媽媽 然後經由這個腸道 又傳給你的下一台 了解 因為他們都已經感到很像 這件事 他們全都給了你 要的確正有限 我安靜要是沒有生存的 我要承認 你這樣做得很 strengthening 你這樣做得不動